胡人和篮网的二番战 戴维斯复出 欧文因为主场比赛的缘故 导致只能哈登一人带队 上演屡不战三英的戏码 和之前一样 哈登依然打出上架的水平 但这次胡人不一样了 他们狠狠地将篮网按在地上摩擦 本场比赛 哈登知道只能靠自己 所以开场就自己先发威 半截就砍下11分 单截16分 半球队挡不住詹姆斯和戴维斯的内线攻势 依然落后胡人8分 半场9分 而哈登只休息3分钟 得到22分7篮板5助攻的数据 期间只有哈登和新秀在努力 一个在拼命得分 一个在拼命抢篮板 下半场哈登继续得分 将新秀疯狂抢篮板 一度将分叉追胜2分 好家伙 那时大手一挥 直接上阿德 结果分叉又一次被拉开到10分以上 即使哈登单截11分5篮板3助攻一抢断 也阻止不了球队分叉被拉开 期间哈登传给篮下空位的布朗 后者也可以投不进 三节作罢 篮网落后13分 第四节篮网依然没有放弃比赛 也就没有放弃让哈登上场 结果为了防止意外 直接包夹哈登 詹姆斯两次识破篮网战术 连续送出抢断后扣篮 个人连得6分终结了比赛 最终篮网以96比106输掉比赛 遭遇两年败 全场比赛下来 哈登砍下33分12篮板 11助攻 三项数据全部全队第一 其他球员中 只有米尔斯14分和本布里12分 其他球员都低于10分 而胡人这边 詹姆斯砍下33分7篮板 6助攻3抢断 威绍15分 安东尼11分 蒙克22分 首发不说 单单替补就被玩爆蒙克一人打爆了 值得一提的是 明天篮网将被靠被打绝金 由于是主场 所以还是哈登带队 你觉得让欧文和杜兰特单独带队 能赢下对手吗 请不吝点赞